好 這邊呢我們跟各位介紹幾個 各位有機會用到的 那我們剛剛呢 如果說您是要錄就是 假設是錄自己的這個螢幕畫面 再加上Webcam的畫面的話怎麼辦 所以這裡有一個小小的這個Viewer 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就是在上面這邊的話 它要嘛就是錄螢幕 對不對 我自己的螢幕 不然呢就是直接錄Webcam 那如果兩個魚與熊掌都要兼得的話 可不可以 事實上是可以的 您可以看一下在我們給大家的這個免費軟體裡面呢 有一個 好 在這邊齁 這裡有一個Free的Webcam Recorder 這個不用安裝 因為其實如果你用的是SP 大概比較沒什麼問題 因為檔案總管就可以直接連到那個攝影機 但是Windows 7以後 檔案總管是看不到網路攝影機的 嘿 看不到網路攝影機 這個時候就有點麻煩 所以呢 這個你可以把它打開 點兩下 直接執行 好 你看這邊就跑出來了 有沒有 我的畫面就出來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地方 你有接外接的 像我現在這邊有接外接的 你可以來這邊去選擇你的裝置是哪一個 你的裝置是哪一個 你的裝置是哪一個 還有呢 你的這個大小在這邊 Capture裡面 不是Capture 不是Capture 在Device option 這裡 Video的Firm 這裡 你可以選擇你的視窗大小 如果你不需要那麼大 因為預設比較大一點點 像我現在把它開小一點點 120 這樣視窗比較小 有沒有 可是這個真的 稍微小了一點 那這樣的話呢 你再搭配你的這個 這個 這樣就可以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同時出現 好 可以同時出現 如果說你需要 你需要就是 兩個 像我在講這邊的時候 這邊也要出現的 我們裡面還有一個小軟體 你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面 有一個叫 H1 Button 這個 這個 這個的目的是 讓你的視窗可以怎麼樣 置點 就是 停留在這上面 其實有些時候 各位 平常在公路上 或者你在文書處理一下 有沒有 有時候要比對兩個檔案 兩個檔案在那邊 一下看這邊 一下看那邊 有時候你在切換視窗 其實也很麻煩 你希望他就 一個就放在上面 另外一邊就一直看就好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也可以用類似像這樣的軟體 來做 這裡有一個 Extra Button 看到了齁 我先做一次給你看 你有印象 如果說你真的有需要的 就是 你再去嘗試看看就可以 因為這個都不用按抓 點兩下之後 執行就好了 執行完了之後 好 執行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上面這裡咯 你看我先把它稍微拉大一點 在這邊 這個沒有 先關掉 正常的話呢 您在這個上面 會看到這樣子 上面這邊會多幾個按鈕 跑出來嗎 這個沒有 看一下 看一下 像這裡就有 這個 有沒有注意到上面這邊有多幾個 有多幾個 這個按鈕跑出來 有沒有 有圖釘的就把它釘下去 釘下去之後呢 你看一下 我把它釘住 好 現在釘住了 它就在最上層了 所以如果我移到這邊 有沒有發現它還在上面 它就不會受到你那個影響 那現在像比如說 我現在在這邊 假設我開小一點點的 用這個Webcam 開小一點點 這樣我擺在這邊就不受影響 所以我就可以繼續講這個內容 這樣你大概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這個是 如果說你有需要把它釘在這上面 那又要同時去看到你的Webcam的畫面的時候 可以這樣操作 一般來講這個比較適合就是 你是一個演講者的角色的時候 會比較需要 如果你是 旁觀的錄影者 應該這個功能可能 各位需要的機會比較少一點 比較少一點 好 這個我先講到這樣 那另外一個呢 跟各位比較有相關的 這個我 當然就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剪貼部的加強 請問 微軟的剪貼部 電腦那邊剪貼部 你覺得好用還不好用 沒有比較過不知道 但是他都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永遠請記得最後一次 怎麼教都不會 都不會記得前面的 除非你用Office還有多少 還有前面幾次對不對 所以呢 這裡 我們介紹各位這一個呢 VITTO的這一個 您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這個不用安裝 這裡 DITTO 你把它打開 裡面有分32位 跟64位 原則上 如果您是SP的 就是32位 Windows7以上 Windows8 都是64的 都是64的 所以 你點進去之後 直接執行這個 藍色的 執行檔 就好 這是不需要安裝的 那 你可能 覺得 到底這個功能 好用不好用 會心有疑慮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看一下 我打開給你看 你看我的 剛剛所剪貼的內容 有沒有發現都在裡面 有沒有 我剛剛有複製的 如果你不是很確定的 我給你看一下 像我剛剛有找圖片 我就先把這個圖 複製一下 請問我的狗狗有沒有 跑在裡面了 有對不對 那相對的 如果我這個時候 在call的這個內容 把這個文字 我會把它複製起來 請問剛剛這張圖牌 會不會在 不會在 很簡單一定不會在 對不對 可是我有沒有 一樣記錄在這裡面 而且各位 這個 下次開機還會在 所以 很多時候我們在整理資料 在找東西的時候 是不是常常的人 減來減去的 尤其有些文件啊 或者是報告啊 你一定會找資料嘛 扣來扣去的 如果他 他永遠只記得最後一次 那有點麻煩 當你就啊 剛剛那張圖片還要用 不好意思 你還是不要重找一次 對不對 想辦法回去嘛 那這裡不用 所以今天如果說 你在這邊 假設我要 要再增加一個 這個 我看一下 走這邊的 我現在比較少用 我現在比較少用 這個比較多 好 進來了 那你看 我在這邊 如果我發現這個 我要 重新用這個 你就點兩下 有沒有 進來了 對不對 這樣子 我們再做就比較快 請問你有什麼東西 會經過檔案這麼快 文字 圖片 檔案 對不對 就剪貼簿 請我剪貼簿 就這幾個吧 所以他都會把你記住 如果你是 他也會把你記住喔 像我這邊有 Code檔案的 你看這裡 有沒有Code檔案的 Copy file的 所以 只要你的原始檔案 還在的話 他一樣還是可以把你貼進來 還是可以把你貼進來 這樣就比較快 今天如果要用這個 它字就進來了 順便 跟各位提一下 你如果平常再貼到 從網頁上 Copy資料 像我剛剛這樣 Copy這種資料 請問 會不會把他的這個 格式也帶進來 會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般在Office裡面 怎麼用 他有一個那個 有一次機會讓你選擇 要不要除文字貼簽 那如果你錯過這次機會了 就拜拜囉 就沒有了對不對 那這樣有時候 我們在整理文件 就比較麻煩 那怎麼辦 以往我們最常見的方法 就是打開那個剪貼簿 不是那個叫做 記事本 在裡面先穿湯過濾一下 把那些格式丟掉 然後再Copy貼簽 但是這樣今天有比較麻煩 我做一次給你看 剛剛貼進來是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只要文字的話 請你在上面按右邊 有沒有一個緊貼上的純文字 這樣子 真的只有文字會進來 格式不會進來 有沒有簡單多了 他會把你記住 又可以把你整理一下 那麼 到底應該記幾次比較好 當然事情都會記住 這樣會記恨嘛 所以呢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們這邊 你可以在這個上面 按右鍵 這個小小的這邊 按右鍵 有一個選項 各位回去其實要做的一件事情 唯一要做的就是這個勾起來 再怎麼樣 系統啟動的時候 是就自動幫我們記住 對不對 等到如果你是 等到你想要的時候再打開 你剛剛的做的都沒有記得 所以這個通常會開機的時候 就自動執行 那他就會自動幫你把你的 剪貼布的那種記錄下來 好 那預設的話呢 各位的軟體的話 應該是100 我記得那時候 我是幫各位設定版 是設成100 就是預設會記住100次 那超過的 超過反正就從第一個就覆蓋 可是有些時候 會有例外 怎麼叫例外 我最近某些資料常常要用到 我不希望他就是這樣怎麼樣 被淹沒掉啦 所以你也可以告訴他一件事情 某些資料 某些項目怎麼樣 麻煩你不要自動把我刪 比如說這隻狗頭 我最近常用到 請你按右邊 這裡有一個 內容快捷列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內容快捷列 永遠不自動刪除 這樣他就不會被你後面的把它怎樣 蓋掉了 所以你有用了之後呢 他的土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多一個星星 這裡多一個星星 那下次呢 雖然他會往下掉 但是他不會不見 他不會不見 他會一直存在這個清單裡面 一直清單裡面 這樣子的話是不是就好用很多 真的 簡貼部 這個對我們工作上真的是 有比較大的幫助 所以這個可以列為各位 以圖搜索以外的第二個收穫 這個小軟體好用啊 因為不用錢又都中文的 其實他還有功能就是 有時候我們剪貼過的內容 剪貼過來的內容其實並不是正確的 比如說像我剛剛這樣 我在這樣子摸過來的時候 因為別人的網頁知道我是不能改的 那我摸過來 如果說我覺得其實這段話其實是我 並不需要摸的 可是我因為我現在這樣複製了 所以我剪貼部裡面內容 是不是永遠都是他 所以你一貼出來 還是要做一個刪除的動作 那他本身呢 也可以編輯剪貼部的內容 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有一個 編輯剪貼 有沒有一個編輯剪貼 點進來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有一個類似 像那個叫做 編輯剪貼 應該會跳出來 它會跳出一個類似像 Word的那個編輯畫面 你可以直接在裡面編輯好 然後就把它存下來 所以下次你剪貼部內容都是正確的 不用說我再扣一次 然後再貼出來之後再來改 所以這個也是蠻特別的 這個給我參考看看 因為我覺得其實真的有些時候只是說 微軟他沒有做得很好的 我們找這些小軟體來幫助大家 把工作做好 對不對 把你的要做的事情做好 我們重要的不在這個軟體嘛 軟體我有很多 可是不見得每一個我都會用你弄很久 因為如果我找到更好的 我就會換 我要的是把我要做的事情弄好 所以軟體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有什麼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完成這件事情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這個階段 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幾個 我覺得比較OK的這個小軟體 那請問各位平常有簡報的需求嗎 有 那我多講一個簡報的輔助軟體 好 好